你的小朋友是否比较容易焦虑 又常常发脾气呢? 原来问题可能出自在你的小朋友 所吃的东西上 你好,我是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 由营养精神科医生 Dr. Drew Ramsey 所提出的五大健康食品 帮助你和你的小朋友 在新的学年吃出好情绪 最新的医学文献已经指出 小朋友吃的东西和小朋友的情绪是息息相关 你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份医学文献 他找来100个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 要求他们在五个星期内 要完全不准吃加工类的食品 例如炸鸡或者麦当当 这一类的加工类食品 并且取而代之去吃 由Dr. Drew Ramsey所提出的比较健康的食品的时候 这个医学团队就发现 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 如果他们在五个星期之内 没有吃到这一类的加工类食品的话 小朋友过度活跃症的症状 竟然减少78% 更有趣的是 这个医学团队在五个星期之后 当我们看到小朋友的过度活跃症的症状 减低了之后 他们又再令到小朋友 再次进食加工类的食品 研究显示 小朋友的过度活跃症的症状 又再上升了 在这个已经登刊的医学文献 你就已经见到 小朋友吃的东西 和小朋友的焦虑和情绪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Dr. Drew Ramsey所提出的五大健康食品 让你都能够在新的学年 陪伴孩子一起吃出好情绪 第一类的食品 我们一定不能忽略的 就是绿叶蔬菜 绿叶蔬菜就包括 好像刚才我给你看到的 金蓝乳衣 又或者是菠菜 又或者是红菜头上面的菜的部分 这一类的绿叶蔬菜 我们可以当它沙律 这样吃 或者炒 都很好吃的 第二步 如果要吃出好情绪的话 我们就要留意 小朋友的碟上面的食物 是不是能够做到 好像一个彩虹 那么漂亮的颜色 为了帮助小朋友 能够吸取不同的营养素 我们都真的可以看看 究竟小朋友的眼前这个碟 够不够五颜六色呢 好的蔬菜包括 番茄 红色的青椒 西兰花 椰菜花 茄子 红色的椰菜 还有呢 蓝莓的 特别呢 我们千万不要忽略 牛油果 因为牛油果里面 有良好的脂肪 还有呢 有很好的纤维 第三步 如果我们要陪伴小朋友 一起吃出好情绪的话呢 一定不能忽略的 就是蛋白质了 当然啦 蛋白质我们可以由鱼中吸取 包括是 三文鱼啊 沙甸鱼啊 这一类的鱼 也有很丰富的奥米加三 在很多的研究里面 已经指出了 奥米加三呢 能够帮助小朋友 专注力做得更加好 还有呢 记忆力都做得更加好 来到肉类了喔 Dr. Ramsey都提醒我们呢 要贵精不贵多 当我们选择肉类的时候呢 最好是选择 吃草大的肉类 因为呢 吃草而养大的动物呢 其实不单止 他们的卡路里的数量 会比较低 他们身体上呢 也有比较高的营养素的喔 当然啦 我们也可以在蛋和奶类制品中 摄取蛋白质 那如果你的小朋友 像我那样 有奶类敏感的 那呢 我们就可以 选择好像黄豆啊 这一类的豆类制品呢 帮助孩子摄取蛋白质 来到第四类 吃出好情绪的食物啦 就是 坚果和种子铝 小朋友去到下午的时间呢 可能都会想 吃一下零食啊 过一下口瘾 那样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 平时多为孩子 准备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也都呢 有种子类的食物的话呢 那小朋友下午三点多钟 嘴仔 开始想咬些东西了喔 我们呢 就可以给他吃坚果和种子铝 而坚果和种子铝呢 如果我们能够加入奶色之中呢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第五类 吃出好情绪的食物呢 就是 黑朱古力 那其实呢 很多的医学研究呢 已经指出了 久不久 吃下黑朱古力呢 其实能够减低我们的抑鬱症状况 在新的学年 小朋友难免会面对到各种复杂的情绪 包括是忧屈啊 焦虑啊 憤怒 所以呢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三岁至十三岁 我也很鼓励你去看一下 由我 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 和英国伦敦大学的精神科医生 Dr. Verhana 一起为香港的家庭所准备的 Happy Me 安定孩子情绪游戏和故事系列 我会将Happy Me的免费体验会 放在留言区和资讯栏 你也可以看一下 在我今天跟你分享的五大食品 帮助你和你的小朋友吃出好情绪里面 你通常最容易忽略的是哪一类食品呢 都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看法 我自己觉得 因为平时生活很忙 我们很容易忽略了 为小朋友加入坚果类的食品 所以 这个影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 现在呢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两个影片 相信都会对你和你的家人很有帮助 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频道 和你分享最有科学根据的儿童心理学资讯 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一下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了 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 小铃铛 relating 我们在一起